訪問要整修有的民眾會選擇找搬家公司 把舊家具家電等物品搬離 嘉義只有屋主把搬家費省了 決定讓需要的人自己搬走 有床頭櫃 衣櫃 書桌等大型家具之外 還有冰箱 飲水機等家電 甚至小道衣服 古董 字畫跟行李箱 整棟房子除了冷氣之外大放送 把贈送資訊PO在嘉義地方社團 結果隔天一早發現 整間屋子像遭小偷一樣 許多東西已經被搬觀光 離譜事件發生在嘉義東區 拔號上午 當選王小姐發現 許多物品不見了 一問鄰居才知道 早在昨天下午救人 直接進入屋內把東西搬走 只是怎麼會如此誇張 原來當時工人在作業大門敞開 才讓民眾在未經同意之下 把東西拿走 而王小姐通批這樣的行為 跟強盜一樣 而律師講說 這會構成刑法321條的侵入住宅竊盜罪 可處6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魔鬼藏的細節裡 雖然王小姐PO文有提到全部贈送 可以直接搬走 但文中也有提供取物時間跟地點 也特別註明要去的人需要留言告知 但民眾不但沒有在約定時間到場 還直接把物品拿走已經違法 而且刑責還不低 雖然當事人目前暫無報警提告 但還是要提醒索取民眾小心觸發